欢迎收看魔暴龙新一期视频 今天介绍的这位名叫圣洁天使 是一个披着野怪外表的英雄单位 闪开点小可爱 他精通圣光与闪电两系法术 模型也是非常的漂亮 虽然外观方面与女巫相差无几 但是一身雪白的战甲 外加代表着纯洁的天使之意 搭配上这独一外的发型还有皇冠 很难不让人产生一些想法 本来按照之前的构想 我就想做一个女性单位 结果我就找到了这个 真是想要睡觉就给人送枕头 这位天使小姐姐不仅拥有英雄护甲 还拥有六项技能 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她的技能 第一个技能名叫风暴物能 其实就是一个加强版的插状闪电 可以对六个目标造成200点的伤害 第二个技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不再介绍了 第三个技能叫做女神的愤怒 在开启之后可以使攻击速度加倍 并且女神的攻击为闪电攻击 可以造成区域性范围伤害 此外这个高贵的女神 还拥有50%的闪避概率 同时她还拥有圣骑士的大招 可以复活六个友军的尸体 那么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入门的测试 我们开启女神的愤怒 这是女神增加输出的最佳方法 由于这个技能设计就像是一个辅助单位 所以说她的单挑成绩弱一点也是没关系的 我有一个预感 拥有复活术的她可能会是怪物宇宙中团战最强的单位 当圣洁女神给自己套上反魔法护照之后 她的心灵之火技能就无法对自己生效了 但是这并不会妨碍她因此变得十分愤怒 我曾经在十分愤怒的情况下干掉了一个九头蛇 很勉强的打赢了九头蛇 但是作为一个团战野怪 这样的单挑成绩似乎也说得过去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女神对付这些成群的脚男的成绩如何 这些脚男并不是那些海军脚男 而是普通的脚男队长 就是那群整天会喊着为了洛丹伦的弟弟 现在看来天使对付这些成群的小怪的成绩也是不错的 所以说在即将到来的三步走测试中 她可能只有单挑的成绩稍微弱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她的团战水平 由她来单挑目前怪物宇宙中最强的弹打拉君王魔宝龙 由于是十一级野怪的测评 所以说带着小弟在三步走的测试中也不会是这种战斗力低下的队长 所以说她的成绩只会比现在更强 我们现在给天使套上反魔法护照 这样便不会再受到AOE的伤害 现在天使的魔法值恢复了 她又可以愤怒了 我又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干死了一个魔暴龙 虽然天使在团战中可以相对轻松的赢过魔暴龙 但是在单挑中她只有被碾压的份 由于是一为一的单挑 所以说AI控制的魔暴龙并不会释放雷霆一击 现在我们控制魔暴龙释放雷霆一击 在魔暴龙开局没有释放咆哮 还有雷霆一击的情况下 仍然打得如此的漂亮 所以说她是完全没有胜算的 就这就这吗 由于拥有反魔法护照的加持 使得这个天使基本上不害怕这些控制型敌人 就比如这些海巨人巨怪 一旦他们无法释放技能之后 他们就是废材了 虽然他们本来就很烂 但是没法放技能之后 他们会变得更烂 这个海巨人巨怪死亡的音效实在太有意思了 忍不住想要模仿一下 那么综上所述 天使比较擅长对付成群的小怪和依赖控制的大型敌人 尤其擅长大规模的团战 缺点在于单挑成绩很差劲 这个单位我觉得是做的不错的 所以说不会再进行大规模的修改了 另外上一期视频的那个大螃蟹已经基本重做完毕 会在下期视频中进行揭晓 在这里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三连支持 上期视频白嫖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 拜拜